为了庆祝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 昨天纽约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特别把女王的禁卫军给请到了现场 主办单位也大方送礼 现场民众只要谁可以把严肃的禁卫军给逗笑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机票一张 结果是一名小女孩轻松得到了机票 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祝活动 3号跨越了大西洋来到美国纽约 主办单位还特别请来女王的禁卫军 想让民众一起来共享胜举 不过想让布狗言笑的禁卫军 露出一丝微笑何等容易 参赛者个个使出浑身解数 看看这位夫人连骂戴哄 围观民众早已笑翻 禁卫军还是不动声色 但最后却败在这位小女孩身上 坐在爸爸肩膀上的小女孩 装老大耍狠才讲了一句 禁卫军就笑到弯腰 还好不是执行时间 这一笑也让小女孩轻松拿到免费机票